台中港31号码头在6号上午9点多 正在进行潮湿起重机拆除作业 一辆吊车因为不明原因而倒塌 更压到了隔壁正在作业的户柜操机员 而导致了一名操机员遭到重压头壳破裂 当场就没了呼吸心跳 送院之后仍然是宣告不治 而另外一名的吊车司机则是轻伤 详细的意外原因 目前台中港务分公司以及老警单位将展开调查 吊车90度反复在地面上冒出大量白烟 现场一片凌乱 这里是台中港31号码头 6号上午9点40分左右 正在进行桥式起重机拆除作业 重达350吨的吊车在吊卸大梁时 因不明原因而倒塌 砸到一旁正在作业的货柜操机员 也因为事发突然货柜超机员来不及闪躲 遭到吊车重压导致头壳破裂 当场无呼吸心跳 送医后能宣告不治 而另一名吊车司机员则是轻伤 目前警方也赶紧拉起封锁线 台中港务分公司紧急成立应变小组 理清意外发生原因 这个吊车的司机受到轻伤 那但是他吊的东西去砸到 砸到这个后线中国货柜的这个 正在做场地货柜整理的跨载机的司机 那跨载机司机刚好去砸到他的那个驾驶室 那所以呢他重伤 码头工人表示 该处是长龙海运货柜厂 原本规划从二号开始 进行为期六天的拆除作业 没想到竟发生倒台以外 酿醇一死一伤 目前相关作业都已经停工 后续老检单位也将展开调查 介绍伯瀚台中产报道